预制菜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啊 预制菜的事以前我跟大家说过 预制菜一个 你们能不能让所有的预制菜 公告一下预制菜里面所有配料的添加剂 我跟大家说你不要看什么公报鸡丁 不要看什么一个东西很简单的这么一个预制菜 啊 木须肉 你要让预制菜里把预制菜里面所有的添加剂 公告的盐 放的这个调味盐的添加剂 啊 放的这个调味醋的添加剂 啊 里面所有的添加剂给你放一个 哪个预制菜的菜名上能写得下呀 哪个能写得下呀 最近为什么有人在说海天酱油这个添加剂的问题 拿放大镜看海天酱油添加剂的问题 就如果你把预制菜这个上面 把添加剂都给你标在上面 你们谁敢吃预制菜呀 预制菜全是添加剂 而且这些添加剂很可怕的 中国没有预制菜添加剂的标准 所以预制菜特别可怕 预制菜有人点了 哎对化学菜 标准的化学菜 所以说哎这个菜没事我挺好的 我热一下味还不错 真是味不错 你知不知道那个羊肉串要没有添加剂 不给你撒那玩意你吃的能那么香吗 可能玩意说完了你能生下孩子来吗 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国男人的生育率 全世界精子存活生育率标准比全世界第四倍呀 中国的男人比世界标准 这男人精子全是嗝屁的都是死的 为什么这么多男性医院 男科医院这么火爆啊 那精子都干嘛去了呀 知不知道现在中国年轻人的孩子们的体测的运动基础标准是最差的 我说过82年代强现在越来越差 你接着吃一只菜呗 没事啊 没关系啊 你看这大小伙子一个个挺帅挺棒的 健身房还变肌肉 出来以后床上30秒解决问题 对吧人不都开过玩笑吗 这健身教练回了家了 说老婆给点钱买烟吧 老婆说行啊 一分钟十块钱 你在这完成一分钟我就给你十块钱 你要能30分钟我就给你300块钱 自己都吃成啥样了 所以呢 那就好办了 就是好办了呗 挺好办的 对于全世界都是好福音 自己学种 这种错觉特别多 我就看到很多网上的小粉红在那聊 明天跟大家开朵也可以继续重复这句话 我还本来想跟大家说呢 哎呀我们的孩子上学了 在我们这片学生招的可多了 学校都招满了 那小学生多急了 哪有什么孩子少生的结果 那边也说我们小学生一大堆人在那弄 看着我就乐了 为啥我就乐了呀 你孩子上学岁起码六岁了呀 六年前这个人口多少一年生 一千多万一千两百万 现在一年生多少 六百万 您是您六年前的孩子 那没减少这么快 那现在怎么六年时间 一千两百万就变成六百万了 您现在这六百万的孩子 六年后再上学 你看现在这些小学 还有没有学校上啊 就是永远都是用这些错觉的 玉石菜也是一样 都是用这种 大家简单一想 知识一想 就它怎么那么好吃呢 于是菜怎么那么好吃呢 比如说大家都说 什么英国伦敦是什么美食的地狱 美国很多地方也是美食的地狱 对呀 那为什么原来的菜 它就没那么好吃呢 中国的菜怎么就那么好吃呢 自己去想吧 我原来跟大家讲过一个 你们不知道认不认山东寿光 北京的蔬菜 95%到98% 山东寿光提供的 你们去山东寿光 因为我在山东做上市公司 做了二多家上市公司 当年啊 从什么这个山东 朝远黄金呢 鲁锡化工 海化 浓威啊 你去问问山东寿光的 所有的这些农民 他们吃不吃他们大地里种的菜 给你们提供的菜 都有一块小小自流地 自己种的菜自己吃 所有那些菜只供给你们吃 从种菜他都不吃 农民自己都不吃 给你们吃 然后再把那些菜做成育制菜 再添加 再给你们吃 所以还问育制菜 你愿意做可以 不吃啥的 不说啥了 不说啥了 中国现在没有人管 因为利益 中国现在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咱们上轮聊体育了 就是利益 一切都是利益 只要有钱力赚的地方 有钱 用权和钱力交结 什么老百姓身体 你看现在都把你们刮成什么样子了 每个领域都给你们刮的都没法再刮了 真的没法再刮了 真的就这个社保涨价什么 这还能怎么刮你们 还能怎么刮你们 就是给你们刮的都实在是不能再刮了 所有你们身边能绝大部分老百姓啊 能挣个每分钱 现在告诉你们首付20%买房 我上次也说了 那80%收不收本地利息的未来 不要了 那交多少钱啊 还在那忽悠呢 房价反正不降 对啊 还在那忽悠呢 所以现在你说这个 这个弄啥 没法弄 中国现在的整个的经济 整个的市场 都是一个小边缘的一个状态 没有什么往下活的活路 我跟大家也很坦诚的说 像我跟这个 巴菲特那边那个基金 很熟的 那巴菲特基金在国内投资的 400多亿美元 没有上市的企业 当年投的400多亿 快两年了 一年多跟中共沟通 想撤资 中国共产党答应了 就是不让人办手续 拖了快两年了 然后这边的总裁 那脑袋都急得疯了一样大 最后就摁在国内 天天的找政府 不让人撤 因为这种东西 类似一巴菲特这样的多了 也就是这些企业机构 当年在中国国内投的 中国现在政府在那 脸上一摸黑 用各种方式 就无赖了 耍无赖了 但是人家必然是要撤的 因为你的信誉都在这 但是这些机构 只要都要撤 你看看中国还能 待多长时间 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大家有过那个 买过那个福岛 那个核测试仪 对吧 我相信很多朋友买过 那个福岛的核测试仪 就是因为当时火的时候 我特别建议大家海边上 福建 江苏 只要你们海边上 包括辽宁 有核电站的地 广东 大亚湾 只要有核电站的地 你买那个测试仪 你看到网上都有 那个测试指标啊 怎么是零怎么到 你拿那个测试仪 你在中国的海边上 你测一下 特别建议 因为福建前一段时间 闹了个大事 最后马上疯了 所以一帮人去测 发现那个树值高的 那福岛的水还没到中国呢 发现那个高的不能再高了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然后你拿啥说 你怎么去弄 因为中国的核辐射 真正受的辐射 比人家强太多了 你说怎么弄 就没法弄 真的是没法弄 对就是不能测 你在中国国内很多地方去测 你会瞎搞的 那个树值指标 会比你所谓的福岛高的多的多 高的多的多 实践是简线真理的唯一标准吧 如果你在中国国内发现测试的问题就特别多 那你就别说啥了 还有这种那个测污染的 什么颗粒物啊 就是一般很多人买了新房子装修时候会买那么一个玩意儿 建议你可以买完了以后 在室外你可以测一下 看一下中国室外的 这个污染情况 跟室内相比 很多人都说 我们室内严重污染 你再探一下室外的情况 跟室内相比 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效果 好吧 好